我一定會這樣 吵死了 親呀你給我滾一邊去 你不知道當年這個富佳老頭是怎麼想 怎麼非要你取這個傻子呢 你要是取了趙家千金該多好啊 趙家有錢有勢 親愛是為了舊爺才變成這樣的 首先是計較 啊 寶言的酷恤啊 神經亞你 嘿嘿 我消家 民族犬生天了 這個家有他沒活 哈哈哈 哈哈哈爸爸叫金眼了爸爸叫金眼了 金眼这段时间 我帮你出门现在就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回到了 好人吗 哎哎哎 嘿嘿 谢谢老公年年 金眼你虽然是个小傻子 但是自从嫁给我之后 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快乐 这段时间我不在你身边 可不能再胡闹了 这些钱拿着 想吃什么跟严叔叔让严叔给你买 嗯等我解决了公司的危机之后 就来接你好吗 老公你看好好看好漂亮呀 嗯 我来知道你 我来知道我放下我 甚至老公 你来自朗上 сем眼 下车吧 老人好了你下车完了 太久了 不麻烦不麻烦 请你啊跟叔叔回家吧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借心老公 借心老公 不要借家清言经验会过来的 借心老公 小彤啊 阿姨从第一次见到你 就觉得你才是我们校家的儿媳 一会儿借心回来 你可要好好跟他聊聊天 小时集团就拜托你了啊 阿姨您言重了 我爸可是北城第一集团审是副总 坐我回去啊就让他帮忙 我使气啊 那个傻子真的不会回来了吗 当然啊这以后啊 你可就是肖家的儿媳了 阿姨我也想给您当儿媳呢 妈 哎呀 儿子回来呀 快快快看看这谁来了 哎小彤你怎么来了 对啊千询好久不见 来来来快坐下来快坐下来快坐下啊 我呀去厨房给你们洗点水果 小彤 我听说你要跟沈七亚离婚呢 哦 甚至有机会了 小彤你误会了 我们要跟你亲啊离婚 我就是把他送到乡下待个时间 小彤 这时难道无比神奇的那个傻子好看吗 而且我听说你家现在出了危机 只要你愿意 哎哎哎小彤 小彤 快开我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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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疯狂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 公公神大彤 不要 原来我傻了这么多年任人欺辱 沈七亚怎么样 也不知道 沈氏集团现在怎么样了 沈君 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傻子了 沈七亚 你胡说什么呀 沈七亚 你个傻子怎么又回来了 哎呦 小彤你没事吧 阿姨 這個傻子他欺負我他打我 陳雅妮 媽 要打就打我吧 看來千尋還不相信我已經清醒了 好 既然這個女人把我當傻子 看上了我老公 那我就將計就計 繼續裝傻 敢欺負我 那我就讓你嘗嘗我的厲害 老公 這個女人欺負你 我就想教訓教訓他 我愛女人我打理你 陳雅 陳雅官啊 陳雅不不道了 我不是送你去鄉下了嗎 你自己是怎麼回來的 好 現在不想去鄉下 想把你待在一起 永遠不存在 好 我再也不把你送走了 頭沒事吧 我帶你去擦藥 媽 看來千尋果然是真心待我的 肖千尋 你幹嘛對一個傻子這麼好 你可是人中龍鳳 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趙小童 青雅不是傻子 你說話放尊重一點 千尋啊 你看不見小童被沈青雅欺負了嗎 你該好好安慰安慰小童 他那個傻子能怎麼求嗎 千尋 我的臉跟脖子都被他抓傷了 好痛啊 你走吧你個怪男人啊 好了千尋啊 沈青雅你是個傻子 我爸可是北城第一集團 沈氏集團副總趙潘明 我是名副騎士的千金小姐 你別以為你是個傻子 我就會放過你 趙潘明 那不是我沈氏集團的屬下嗎 好啊 還真是冤家入寨 敢來我家明目張膽搶我老公 看來是時候給點兒教訓 哎呀姐姐我看你有點倒楣 我給你嚇嚇火了 誰氣啊你 誰氣啊你敢哭小童 你反了你啊 親啊走我帶你回房間 哎呀小童 小小氣啊 一會兒我一定讓我兒去 跟這個傻子離婚 那好吧阿姨 那就先聽你的 沈青雅 我一定要你好看 老公 你對我真好 你啊就是天真善良 剛剛把你送走 對不起仇了 老公對不起 我不應該打翻野獵的骨灰壇 我再也不這樣了 那親愛姐妹怎麼這麼多事啊 以後不能調皮了 知道了嗎 嗯 喂 嗯 又沒成功 我知道了 我馬上來 老公怎麼了 沒事兒公司出了點問題 就是 哎呀 跟你說這些有什麼用呢 你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就先走吧 老公 你既然在我是個傻子的時候 一直照顧我 對我擺班合夥 我生氣了 一定會護你周全 我生氣了 一定會護你周全 喂 这位这位这位生物 女士你好 请问您有预约吗 哦 其实我是 邵小姐 你不是休假吗 怎么回来上班呢 别提了 真晦气 碰碰了个傻子 差点坏了我的好事 谁呀 这么不是好 孩子是谁 不就是 抢别人老公被打 还这么理督去撞 我看该晦气的是别人才对 你 沈青雅 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赵小姐 沈青雅这个傻子怎么在这里 不过 你这个傻子 怎么今天看起来像个正常人啊 我不是傻子 行行行 傻子当然不会说自己是傻子了 看来说我想多了 沈青雅怎么可能会正常了 喂 我问你呢 怎么这个傻子在这里 我 我不知道呀 赵小姐 他看起来也不像个傻子呀 他傻不傻我不知道 可这里是沈氏集团 说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冲上了别人怎么办 那这个什么 还会叫我把他赶走 是是 我马上喊 保安 保安 沈青雅 这个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警告你 最好别对我东西都行 我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 哟 这傻子在哪 学着才死啊 还学得有模有样的 那你倒是修修 你是谁 我怎么就惹不起了 我可是沈氏集团掌权人沈总 我看你不仅是个傻子 你还是个疯子吧 还沈总 你可不是说自己是王府娘娘 你倒几点喊 来的正好 给我把这个傻子赶出去 特别好好教导他一番 让他知道 得罪我赵小彤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警告你们 最好别对我动手 否则我让你们半碗不饱 一个傻子的话 谁敢担真啊 多少 谁 放开我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给我闭嘴 错傻子 赶个老娘抢男人 靠我打死你 赵小彤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还敢直呼我名字 住手 刘密苏 你怎么来了 我正在教训这个 偷偷溜进来的傻子呢 乱着干嘛 还不赶紧把这个傻子赶出去 真是晦气 别葬了我们刘哥的眼 不看你该丢出去人是你 刘哥 你干嘛不要留个傻子打我啊 通知下 即刻开除照耀宿 你们 现在就给我把这个女人丢出集团 一月 能够去 刘哥 你不能开除我 我爸可是潘总 属下来晚了 请沈总得罚 请沈总得罚 刘密组 这三年 沈市集团 有一笔词 你功不可摸 孙子 孙总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行了 收起来吧 刘密组 给我自带办公室 我有事情来带来 最近我老公 萧千勋的公司 出了点问题 我希望你帮我解决到这个麻烦 这样 你准备一个酒会 在酒会上 把我们沈市集团最好的项目 给萧千勋 顺便帮他找些优秀的老板 是沈总 不过沈总 您打算以真实身份试人吗 这事不急 再等些试人 我现在 只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留在千勋身边 守护千勋 对了 这段时间你继续帮我打理公司 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知道了沈总 那我先去安排酒会了 对了 打个电话给赵潘密 女儿在外面嚣张跋扈 抢别人的老公 这个作罢的居然做事不管 必须给她个警告 管好自己的女 是 赵总 现在您还真是威风啊 是 你是沈总 是我 赵总 我 话只说一遍 管好自己的女儿 否则你但是里头的股份 还有职位都别想要 还有 你的女儿已经被我开除了 以后别再来招惹我 开除 这小童 到底就是 爸 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表哥说需要为个傻子 把我开除了 你真的被开除了 爸 你叫我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傻子 不能让我白丢工作 屁股 你怎么也打我啊 爸你是不是胡子吧 你为什么要打我啊 混东西 我现在现在现在就是上次的时期 你怕灵弊还死了 爸 你说什么也没做呀 我工作牛了 还被一个傻子欺负 你不还被我就算了 你也欺负我 我不活了 屁股 屁股 屁股一个傻子 你在外面有的是机会教训 你何苦在审视集团惹知身份 行了 屁股被开除了 刚好审视集团举办酒会 我这儿有一个邀请他 你去他你有酒会 向他们好好学学 千万别再给我惹是什么乱的啊 屁股啊 你这个贱人 一个傻子 也敢跟我抢千询 等我拿到总是合同 千询 迟早是我的 哎呦呦 儿子 你快看看 咱们家竟然也能拿到这个 审视集团的邀请函 待会儿 一定要把他们的精神点 说不定就遇到贵人了 公司危机啊 也就解除了 妈 那就借您解言了 去 谢谢老公 欣雅也想去 去什么去 你个傻子 别捣乱 我说是老公 欣雅也想去 现在想吃几个小的蛋糕 还好的好吃的 你就让我欣雅去嘛 好好 带你去带你去 好嘞好嘞 那我现在去换漂亮蜜子 哎 我说千询啊 你带一个傻子去干嘛 他能给你干嘛 万一他给你丢人 你可怎么办呢 哎呀妈 放心吧 不会的 欣雅现在懂事不少 有我看着他了 怕啊 刘秘书 一会儿 我跟我老公一起去 酒会的事 你给我主持 一会儿 看我眼色行事 别暴露我身份 是沈总 喂 喂 阿姨 我一定会怕千询 这酒会好好表现的 沈千询 沈千询 我会看着他 不让他捣乱的 哎呀呀 那阿姨就放心了 我相信啊 千询早晚会看到你的好 我也相信 我堂堂照照千金 会比不过一个傻子 千询终于来了 等你好久了 我们进去吧 走 小红 看来还是没找见 哎呀小红 你怎么来这么晚呀 还能因为什么 小千询 你可真是好命 有赵大小姐这么一个大美人 天天围着你转 哎 小千询 你身后跟着的 就是沈千询那个傻子吧 傻子嘛 就是和这场的舞台一样 一眼就看得出来 来沈千询啊过来 各位办个节目 我给你买堂食啊 好啊 就跳 脱衣物怎么样 这个好宋强 还是你小子会玩 沈千询啊赶紧的 不要 你怎么这么过分 萧千询 这可是省市集团的酒会 我爸 可是公司股东 我让他聊一个节目 怎么 就是 小千询 你可别为了个傻子 惹了不该惹的人啊 小千询 你可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现在公司面临危机 在场的是一个人不允计 让你那个傻子老婆 为我偷的婚姻 那都是抬讯你 也不是抬讯 天询 清雅就是个傻子 他又不知道什么是丢人了 你就当给大家找个乐子呗 他们一开心 像我们不是随便挑的吗 来 沈清雅 给我表演一个节目 脱一件衣服呢 就给你一颗堂 脱两件 我给你一个蛋糕哦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给我糖了蛋糕吗 回来回来 啊 你敢脱我衣服 脱你干什么 你人是小伙子 干什么都咋胖 天语没做错 你猜让我脱一件 你给我拿 我还要再跟我一件 我给你撒钢 你 你傻子 气负我了 关于人你回来 你还没脱带钢呢 这骗子 地嘴臭嗓子 你说你能干嘛 清雅乖 以后我给你买蛋糕糕 你该怎么闹 好 先寻你 他都是一个傻子 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啊 哈哈的小龙丢进了眼面 你也叫作业 他不可以 这话小龙身材是 沈亿亚说道歉 是沈总 相信谁你是瞎了吧 要不是他脱我的衣服 我会走光 看了 是没错 啊 我带你 啊 你傻子 我跟你 你带你了 好了小龙 大家再看我 多多点了 算了 千万别再给我这回怎么乱的 对 这你怎么乱 啊对了 我 我 这不是前一天在市场上 牛饼的人那个法国高空去收藏意义的那个宝石吗 哈哈 他能看得懂 不就是一个傻子的老公 一个小公司的小老板 他能知道这个的价值 我看 和傻子在一起待久了 他的脑子也未必正常 小龚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他不就是一个傻子的老公 当初肖先寻的婚礼 可是整个北城的笑话呢 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 这东西的价值啊 肯定在一千万网上 试不送下 送总的礼物确实漂亮 肖先寻 你呢 来参加神祖的酒会 那我什么都没准备吧 我的礼物就是千许的礼物 小龚 你再去那里我就生气了 我 哎呀 你们姐妹怎么突然闹起别扭来了 哎 有什么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你开始 送走了 更加厉害吗 那当然 千许你等了 我给你把面子找回来 十 你说江北商会会长给我准备了欢迎会 你是啥的可能 大会的 是的沈总 他知道您要来江北市 特意为您准备的 邀请了江北市各界 您要去哪 让你往后挪一挪 是 你说江北商会会长给我准备了欢迎会 是的沈总 他知道您要来江北市 特意 没关系啊 那肯定是你啊 你说江北商会会长给我准备了欢迎会 是的沈总 他知道您要来江北市 特意为您准备了 邀请了江北市 沈总 留在千许身边守护千许 哎 江千许 你怎么这么表情 人家小峰对你掏心掏肺 有什么状 请你乐开花了吧 太好了 一、二、二、二ın 一、二 一、二、三、二、二、三、五 swiftly 俠二、二、二、三、一 analyst 四,二,三、三、三、三 与夺 一、三、 Bloody 我都可以 organizing 你們這樣嗎 你們怎麼說話了 小同我看肖千詢就是不使好歹 你何必管 他既然这么在乎我的傻子老婆 那就让他的傻子老婆 跟他去求合作 我倒要看看沈总理不止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并不需要清雅为我做什么 不就是合作吗 我现在就可以给老公求 沈清雅 我看你干脆改名叫沈吹徐德了 不仅脑子坏到了 还学会吹牛了 你拿什么球啊 反正我会球的 这个坏女人敢调我老婆 你做梦 还想求合作 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 萧千询 被你的傻子老婆 固着的感觉怎么样 真是窝囊 靠傻子结尾 不行说老婆 你再动我一下 我饶不了你 好好的 好了姐 我不可能一般件事 沈清雅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求到合作的 好 我相信你 老婆最棒 老公一定以为我在说胡话 算了 到时候给他就好了 我并没有觉得赵小彤喜欢我 是值得被炫耀的事情 这种不成熟的想法是你们自己想的 今天晚上 我自己会求合作 小清雅 我看你这杯想法怎么能给了我 今天这个项目 北城多少人都私底想要得到 我们做独准备的 你 就是 一个礼物也没准备 我只是觉得寻求合作 商业计划书更有 哈哈 你以为你是刚毕业的小朋友呢 痴心妄想 用一个计划书就能得到省事集团的合作 我都说了 你跟我一起去送玉冠英 你这是在干嘛 丢脸死了 我的计划是有问题吗 有什么错 你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你才幼稚 想用玉冠英是吗别人 等着给别人打屁股吧 嗯 沈青雅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打哑吧 闭嘴 别凶她 千雅什么都不知道 肖千雅 你再这样 我就不管你了 我问你 我的商业计划书 是有问题吗 有错吗 郑正义你干什么你 让你装青雅 好 你也太不是天高地厚了 在座的各位 谁不是靠前卫的事 你装什么青雅 哈哈活该 活该 我们这些恶心的屈从 自己心里面暗 自己活着店刚刚 还这样让别人好 不要 那再来今天 还是给我文化的赏 不过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更好手 别人骂 行啊 那就你带了 我这个人受不了别人骂我 你死了 为什么打我老婆 沈青雅 沈青雅是 他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躲在我屋面就好了 这个笨蛋 怎么这么好呀 哎有意思啊 这年头 傻子都会说几句洋气话的 但能改变得了 你是个智障的事实 我就说要远的傻子 肖仙是一个原因 每天和我死心啊 同床共争 我看 肖仙旭也成了个智障啊 肖仙旗 我看你是何必呢 我才是你的年配 我处处给你着想 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傻子 赵总盒 你没那么帮我 自己先清楚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性 你我就是为了满足你 变态的痛击 语和虚弱心吧 哼哼 原来这个肖千询 不是个傻子 还真能明白 赵小彤的变态心理 你 千询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哎 小彤 肖仙寻成我男人 不值得你伤心 这样你等一下把玉冠银送给沈总 拿到项目找我当合伙人 哎 小彤 我是你 我跟你关系最近 你找我 肖仙寻看见没 我 赵小彤 昨天如果有人跪去 我给你点的时候你别装 对对对 你小彤这么厉害 肖仙寻以后 一定会跪前你 小彤 不知道你两个项目找我当合伙人 我给你当选择 你有事 随时招呼我啊 我才是小彤的最佳合伙人 我才是 你们小彤合作做梦吧 沈欣呀 你给我闭嘴 你和声八道鼠吗 沈总的合作 一定是我的 沈总可没眼下到这种程度 跟你这种没有道德品线的女人合作 沈欣呀 是不是你我也拖着一个傻子下手啊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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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干什么 别跟沈欣 沈欣只是个小孩子 她什么都不懂 怎么跟我们小彤说话的 赶紧给我们小彤道歉 天寻 你不许顾着她 沈欣是我的妻子 我不是顾她我顾着你吗 你呢 谁带着给我好像叫你这个傻子 我看的开心啊 我就把我从沈总那得到的合同 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这样给你吗 我来我来 我来叫我小彤 是我合作的你 是我让你不开心 因为求我来 你清寻 多大 我来死我了 住手 刘毕师 刘毕师 放肆 谁给你们的胆子 赶到我整市集团旗下的酒会 撒爷 不刘毕师 我们不是闹事 我们只是想教训一下 那个闹事人傻子 还没有不是好歹的肖清寻 对对对刘毕师 不是我们老师 是他们 是他们两个 是的刘毕师 我没有为难人 是他们故意吊胆我们 他们他们打人 痛 要道歉 你们给我跪下 让他们二位道歉 哎呀刘毕师 老万九会秩序的是沈青雅这个傻子 该高兴的是他吧 刘毕师 上次没开始的教训 看来你这一点都没记住似的 刘毕师 你又打我 你是不是以为我叛你啊 你跟我爸 在省事集团的地位互分上下 他们别等你就算脸 并对 你的问题我会交给你报复 我给你们五秒钟时间思考 要是不跪下 省事集团将对你们的工资 进行打压工资 你们想想 这个结果是你们能承受得起的吗 不不不 你别说 别说 我道歉 你道歉 我干我干 坏人就该受到惩罚 下次再给闹闭 有你们好处子吃的 下次不可能 下次不可能 刘秘书 合同 省事集团的合同 给你跟我老公相亲醒来 臭傻子 你以为人家刘秘书 真是替你们撑腰吗 人家只是为了不想外 省事集团的名声罢了 连这准个合同会给你 怪你 书都不给我 难道给你啊 当然是给我们小彤啊 刘秘书 既然这个傻子提到了合同 那我们就聊聊合同吧 沈总 你该出现了吧 就是 沈总什么时候来呀 我还等着献礼物呢 对 什么 你一定会得到沈总的亲爱的 小彤 只要你得到合同后 对我一点好处 我一定帮你得到小情趣 当正业什么意思 好 千许 合同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的 我对你的真心 日月可见 不要脸 坏女人 哼 沈青亚 你 你就等着被赶出去吧 刘秘书 看见没 我给沈总准备的礼物 可是价值一个亿的绿观音 我相信 沈总 一定会很乐意把合同交给我的 谁说合同是沈总亲自来的 难道不是吗 我不是听闻 诸位 女人受沈总嘱托 这个酒会由我来主持 合同也该将由我来决定 最终该交给谁 我老公准备了计划说 合同是我们的 老公快 把你的计划符拿出来 给刘秘书看看呀 傻子 赶紧闭嘴了 消失品的垃圾 别拿出来惹人了 刘秘书一定会选我们的 沈青亚 你还是别丢人了 合同 一定是我的 刘秘书 那就麻烦您大劳 帮我把这个御观音交给沈总吧 沈青亚 你个傻子 看清楚 我才是沈总最后的选择 一一一 吹牛大王 我宣布 沈氏集团将合同计划出 正式交由沈青亚小姐和肖千群先生负责 妈 你是不是糊涂了 沈氏集团的大项目 怎么能给一个傻子和一个白痴啊 怎么 你敢教我做事 刘秘书 你敢这么羞辱我 我下次跟我爸打电话 你是不是说语文我爸跟波测的定位比不上你啊 老头 这个刘秘书一定是在见那个傻子羞辱你 叫传出去 你的北京怎么换啊 就是别人都会说你不如一个傻子 输了输了坏女人输了 闭嘴 死疯子 刘秘书 我看你一会儿怎么跟我爸交代 爸 你快来沈氏集团酒会 我被你同事羞辱了 他一点面子也不给你 就是看不起你 我马上过来 敢不给我面子 但我赵攀民是吃醋的 刘秘书 你要是不想得罪我父亲 对我父亲告诉沈总 你利用植物吃便随意欺骗同事 还是赶紧把活动给我吧 嘿嘿 坏女人你又再说不话吧 我看一会儿啊 沈总教训的一定是你还要你老爸 闭嘴臭傻子 你敢诅咒我们家 不要打轻啊 萧欣寻 沈天啊这个傻子到底有什么好的 我常常碰上心机 哪里比不上这个傻子了 你也不能沈小姐比较 你们一顿做都瞎了眼是吗 我哪里比不上他了 是谁 看欺负我叫他名字 爸您终于来了 就是他刘秘书 他明明在公司的地位和您顾分上下 却一点都不把你放在眼里 刘秘书 你这是何业啊 赵总 您的女儿不尊重人 在酒会上扰乱秩序 我难道不敢替你教训教育 刘秘书 我赵总 我赵总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爸 他还给这个傻子撑腰 折了我的面子 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做主 必须让他 给我下官道歉 我赵总 你今天必须要这个傻子不道歉 今天的事情 刚才要看着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今天 利用直部直面 打压同样的事情 告诉什么 还真是善良不正 赶不乱呀 大胆傻子 你敢这么说我父亲 区区一个傻子 我赵总 他们 办法跟他一般见识 但是你 今天做错了事情 就有个道歉 当然了 犯了错肯定要道歉 你这我又没有犯错 竟敢嚣张我 你是欠教育 赵总 你怎么能打人呢 你 你竟然敢打沈小姐 傻子嘴气 当然要打 打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刘律叔 现在就给赵盼明停止处分 知道了 沈小姐 赵总 你让我后悔 没想到刘律叔 今天碰你一个傻子 看他 我今天发生了 这有毛病 你才脑丢病呢 人家刘律叔 只是给你去拿 凭治协议罢了 傻子 傻子 沈青啊 看来这个巴掌 是让你越来越傻了呀 你就一个傻子 你凭什么让我爸停止 这个傻子 你真是你爹把他侄辱 傻子的话 有时候可是治理无言 你现在不信 多让你信的时候 还有 我只会对我老公 让你幸福和快乐 像你这种坏女人 只能能得到报应的 沈青啊你 死到银头了 你也只会胡说八道 我掐纸一算 还有五秒 你就会接到电话了 哼 傻子 五秒 我帮你数 要是我爸没停止 你就乖乖给我跪下道歉 五 四 三 二 一 天呐真有电话 好呀好呀停止停止 喂 什么 我被停止了 小龙 这怎么回事 我就说了你会被开除吧 赵 拿着吧 你没停止了 停止期间 再有违规行为 你给我过了 你个滚蛋 沈总 你被撤不住 不随意灭层任何人 才是一个身躯高位的人 该有的品德 而你 没有 这件事就是解情 对不对 千全 你看 你个坏老头 还有坏女人 脸好臭哦 不 廖老弟 我知道错了 求你给沈总引荐一下 我当面给他道歉 让他 别给我计较了 你应该道歉的人 是沈小姐 什么 我给一个傻子道歉 道歉道歉 坏老头道歉 赵总 你和你的女儿要是不道歉 沈总说了 永远也没想得到他的原谅 不不不 我道歉 我道歉 爸 难道我们真的要为了一个傻子 可口道歉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你的话 赶告给沈总好了 对嘴 跪下 爸 你怎么能这么做 这个话都不坏你们还不道歉 会不会有内心啊 沈小姐 对不起 我叫你无法 还不敢问你沈总道歉 对不起 老公 那你说我不要原谅他们吧 原谅吧 沈总 那好吧 既然我老公都说了要原谅你了 那我就原谅你了 沈青雅 你给我等着 还没我们过来 跟我回家 这是我们沈氏集团的合同期划书 夏先生您拿好 这 真是给我们的 老公你快拿着呀 以后挣了大钱 就能给青雅拿好多好吃的了 谢谢刘秘书 请刘秘书转告沈总 我萧千尋一定不负重啊 自然 太好了太好了 老公你终于接到大单子了 跟我自飞机解除 危机解除了 老孟你要不先回公司工作吧 我一会就让刘秘书送我回家好 这 萧先生放心 我们会安全的把沈小姐送回萧家 那就有劳刘秘书了 清雅要乖哦 不要捣乱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妈妈就回家好 沈总 这几个人 该怎么处理 沈什么刘秘书 你喊这个傻子喊什么 我沈青雅虽然摔伤脑袋 但是是个神智 但是我现在已经好了 帝国第一集团沈氏集团总裁 就是我沈青雅 这 这怎么可能 让他们傻子欺负 怎么突然变成了沈氏总裁 这次是给你们的教训 让你们明白 随意欺辱别人 是一定会被人收拾的 你根本就不傻 你为什么要找傻骗人 我们以为你是个傻子 才欺负你的 我傻不傻 都不是你们随意欺辱一个人的理由 怎么 难道我是个傻子 就活该被你欺负吗 不沈总 是我们有眼无脱 不是 今天有你的教育 我以后 再也不敢试试 被欺负别人了 晚了 刘律所 通知开 这三个人 悬航封杀 赶出北城 我要让他们 也成为他们口中的落实 没钱没事 你们 也就体会一下 来自你们这种人的恶意吧 郑总 我现在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再也不敢 对对对 郑总对不起 亲眼 亲眼 我一个女人 被赶出北城 我还怎么活呀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真的不会了 沈总 沈总 快走 沈总 您还要继续办傻子吗 我担心 您今后 还会遇到今天这种状况 快了 我会尽快会分身份的 行走吧 跟我回家 是 儿子 你说的是真的 那太好了 是的妈 我不说了 我还要工作啊 好好你忙啊 太好了 这个小童啊 就是靠谱 说是帮千询 拿合同帮忙解决公司位置 这下马就做到了 我得要给小婷打个电话 邀请她来家里做客 喂 小红啊 是我 阿姨就想谢谢你 你竟然真的给千询拿到合同了 阿姨就想要你到家里来吃吃饭 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啊 看来 这个老太婆以为是我帮千询拿到的合同 阿姨 可是千询会不会不同意我去家里呢 而且 沈青雅又会装疯卖傻 对我全脑脚停 阿姨给你保证 千询这会儿还在公司 家里那个傻子 你今天来了 想怎么出气就怎么出气 太好了 既然千询不在 那我就去找沈青雅那个傻子的麻烦 阿 你就不客气了 哎好的 沈青雅 你害得我爸停止 害得我云了 我要你好看 你快等着 阿我回来了 你个傻子你回来干嘛 干嘛不死在外面 哎 谁让你走了 我有时候让你走吗 沈青雅 我告诉你 一会儿小彤就来了 你个傻子 今天不要惹小彤生气啊 不然我一定把死你 人家小彤能帮千询拿到合同 解决公司危机 你说你那傻子能干嘛 妈你胡说 明明是我帮千询拿到的合同 哟 你不仅是个傻子 还学会沙谎吹牛了 你说谁叫你的 阿 阿 妈我没有骗人 明明是他赵小彤 他这个沙谎 老爹 阿姨我来了 哎哟小彤来了 阿姨 我在外面 你听见这个傻子的声音 是不是 他又惹你生气了 可不是吗 他冒着你的功劳 说是给千询拿到了合同 已经被我记忆耳光了 赵小彤你可真是不要脸 你敢摸这两句说出直话吗 你爸都被停职了 你怎么给千询拿合同 什么 停职了 你胡说什么 阿姨 一个傻子胡说八道 你也信啊 对对对坐下来坐 傻子 给我们去倒茶去 阿姨 我还有些事想跟你说 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我想邀请你跟千询 一起来分家 你们一定要来呀 神会呀 哎呦 那一定去一定去啊 小彤 你说你的生日 和我们家千询 现在离得这么近 是不是有缘了 对啊对啊 什么离得近 老娘生日早就过了 要不是我爸 非要用生日会的伙子 给沈总道歉 我才不会举办呢 刚刚被沈亲啊 那个傻子害得丢人 那些豪门世家 肯定一个个在心里笑我 啊你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老人 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阿姨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沈亲啊 你嚼起什么 不就是水吗 晓得你手上的又多烫哦 妈 这可是泡茶用的水 这么烫啊 你个傻子还给我哭说起来了 哎呀 沈亲啊 你是不是觉得委屈啊 要不这样吧 看到这个桃子没有 像小狗一样 把他给我叼过来 我就给你道歉 怎么样 听话 亲啊 你从前不是最喜欢看 小狗最求的游戏吗 这么有人陪你玩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你们这是欺负人 这怎么能是欺负人呢 你去把那个桃子 给我叼过来 不只能得到我的道歉 你还能得到好多好吃的 你最喜欢吃美食了 对不对 快去 亲啊 好呀 你想要玩是吧 那我就陪你们玩 好 一个神仙 竟敢不是戏弄人 嘿 哎 小亲啊 你 那你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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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医院 沈静雅他打我 明明是他阿哥要打我 自己重心不稳摔倒了 你怪谁啊 不是的 青巡 我今天是来邀请你去我的生日会的 没想到沈静雅他看不干我 打我 儿子 真的是沈静雅动手的 我的腰好痛 你快扶我去医院 他愣着干什么 这个是沈静雅听的大事了 好一个白莲花叫的 想说你我老公过来我家庭 我不会让你过去 刘律说 让你嫁了一张在办公室的 我要送他一大声 小彤我给你把打过电话 马上知道我先走了 不过千世你这不能多陪我一会呢 不是真的喜欢你 你难道就不能原谅我吗 赵小彤我已经跟你见过很多次了 我已经结婚了我不可能了 不千许你这太有别人心了 神经啊那个少年 怎么都配得上你啊 哎哟 肖千许啊 你怎么就这么个死老惊呢 你看人家小彤对你多痴心啊 你怎么就不解不情呢 啊 千许啊我那伤得很严重 你就让同情同情我 陪我一个晚上吧 千许小彤一看就伤得很严重 你就是说坐下陪他 什么有没有就去添一哥 神经啊你少说这段话 放开我老师别看着怕 妈 那是这个坏人就叫我老公 你怎么能看我呢 赵小姐 你不是相对严肃吗 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件事 我去检查检查 陈小姐 看到你不是太开心了 陈小姐 您的到来 让我的小小医院 我们必须会啊 下一生就别太马匹了 你可是 沈氏医用的私人医生 行了 一会儿去四零三病房 有一个叫赵小彤的女人 看你 小病房大了说 没病更难受 我才让她长长气息 是 我是本医院的金牌医生 相信各位不陌生吧 你你就是出诊一次 就要一百万的夏丽华医生 千询 清雅给那个坏女人找了医生叔叔 你也是不是很大方 清雅最大方了 千询 我才是那个受伤的人 你怎么不安慰我啊 夏医生 我需要安慰 啊 赵小姐看看你伤到哪啊 我 我不要你看 赵医生来干嘛 一百万 我爸肝皮肤 我在哪有一百万 赵小彤 你今天已经生病了 医生也来了 你别任性了 对啊 你比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让医生治啊 哦 我知道了 老哥 赵小姐他没钱了 所以才不让医生治疗的 他现在 和医生一样可怜 我 我常常赵家薪金 怎么会负喜要费 那就别耽误时间了 看完你跑哪个其他人呢 该死的时期啊 因为我白花一宝乱 这 诶 你 你 你中没干嘛 赵小姐 你伤得挺严重的 如果不想纳下病根 就得做一个全面检查 还得我听此惊咎 我 我根本就没病 我都没有摔伤 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糟糕 我忘了自己都装病了 对吧 病人 要诚实的说出自己的病情 各位还没事 我看完了 还请赵小姐把整费结一下 微信还是支付宝啊 我 我信用他 也行 给我吧 赵小彤 不是负价千金吗 怎么连一百万等我出去 不是的阿姨 我前几天买了个名牌包包 忘记找我爸要钱了 哦 原来如此啊 我说嘛 你是负价千金 怎么会没钱呢 该死的老太婆 变连比川剧表演还快 赵小彤 你既然没事的话 我们就没有义务陪着你了 妈 请啊 你走 必须 你别生气 我不是故意冒病了 我就想给你多待一会儿 坏你们歪心思可真多 好了请啊 走吧 啊小彤你放心 你的声音会啊 我一定会带千禧你一起去的 好 那就拜托阿姨了 该死的肖千禧 算什么东西 改叶而再再而再地拒绝我 还要省心啊 你傻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怎么能装病呢 我要不是碰到夏医生 都不知道你现在这么任性 一百万 你知道一百万 现在对我们赵小彤多么重要 爸 我错了 我不小心把信用卡刷爆了 你不能不管我 你 拿去还吧 谢谢爸 我特意给你包装了一个生日派对 我会邀请沈总参加 你别再给我说什么幺蛾子了 我们必须求他沈总的原谅 可是沈总真的会来吗 爸 您都没见过他 沈总已经答应参加了 这个你也不用操心 到时候好好好表现表现 沈总答应了 爸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表现 不会让你失望的 沈总的有助我的 那如果可以和她伴她 你也不一定会 我可保持在这儿 你真的不愿意 我抓住什么 他肯定了 你不愿意 你会呆到过去 他两次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也能偶到这儿 你弄个人 你把你扯得绝了 你把我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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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按照 還有趙小潼了 算了 我自己去 剛好也可以給千尋一個驚喜 老公 親愛不去了 親愛在家看電話片吧 你不去了 你看他多懂事 你呀趕緊去準備啊 別一會兒遲到了 給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好吧 老公 親愛在家好好待著 你給我帶酒 帶好的好吃的回來啊 好吧 你怎麼看 看不看 你一個傻子可能看出啥 不可能在房間去 嘿告訴我 陸近已經 你來了 我還有你不是我是來的啊 嗯 我先進去 嗯 您先忙 我先進去 爸 你看他要怎麼 你媽媽可以出去一個人進去 必須 我先進去 沈青雅 你這個傻子怎麼在這裡 差點撞到我 你看不見嗎 明明撞到我的是你好不好 Fox 今天是我趙家舉辦的生日 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進來 就是 聽到沒有沈青雅 趕緊走 一個傻子可不配來我的生日會 趕緊走 不然我叫保安了 趕緊走 趕緊走 看來趙總在平直七天 還是沒有趕緊去 你以為你這副表演 會得到沈總的原諒嗎 臭傻子 你說什麼 你敢詛咒我 我只是實話實說 你這輩子都得不到沈總的原諒 我想不止 倒入做夢 沈青雅給你臉了是不是 趕在我的地方上撒野 找適的是你們不意料好不好 我可是有正經交通團的 是啊 就是二次 那可能不是你善 print 那可是你發出了邀請蘭 我明日子是這樣的 可是我中間都不理會 那可是你有 Über甚麼 老師呀 沒有 influ 這是 我給神主的邀請了 去好說 誰吃? 不會一口 然后大陆就把邀请安抵过来 刚才说了 你们要是敢怠慢的 我随时都可以告状 你们是这样 就等着遭殃吧 不可能 明天再胡说 我不舒服说 照常不舒服 这沈金雅 哪里像个傻子 不 我去 沈小姐 今天肯定不会怠慢的 所以 在人组面前 都能每年一起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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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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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能不相信 他拿的可是我亲手写个神主的邀请函 他怎么知道啊 这神跑出来 别人怎么回事啊 去招待其他贵笔 神主那边 我再去求他一次 在我回来之前 千万别再说什么乱子 我招待他们 行吧 爸 放心吧 神七呀 敢当我的叶曼三爷 那就别怪了 哟 这不是高职同学 肖献群嘛 怎么 你对那个背叉老婆了 就是啊 肖献群 小彤的生日会 你这来都不带你老婆 怎么 想甩了你这我知道老婆 我们好歹曾经都是同窗好友 我说我不是难去 我们是错了吗 难道 你随便在背后说人坏话的 才是智障吧 清雅 你怎么来了 我在家太无聊了 你想能过来陪你 清雅 你刚敢骂我 他给我道歉 我又没指名道姓 你怎么知道我在说你 难道你也承认 你是没有素质教养的人 亲爱的 你快看就傻子气死人了 肖先寻 你这个傻子老婆这么欺负人 你看不见瞎是不是 这你们叫我交约 我并没有觉得清雅 哪里做的不对啊 肖先寻 你说你的至少老婆 你真是绝配啊 难怪肖在月月没有发展前景 你女生都找不成人 我看公司倒闭都是主找的事吧 你们公司才会倒闭 我老公的公司只会蒸蒸日上 沈姬呀 我帮你生了沈姬 我好像女性呢 我老是也别惹是沈飞 沈飞 沈飞 沈总算来了 怎么样 沈总到了吗 对啊对啊 我爸今天特意给我交代了任务 一定得跟沈总说上话 那个沈总问你是有事 一会儿过来 嘿嘿 这傻子笑什么笑 沈四集的沈总 可是你辈子都见不到我当人物 你还敢听到那道名笑 我笑的 只是赵小彤 吹牛撒谎的嘴脸太滑稽了而已 傻子你把话说得清楚了 什么叫小彤撑成撒谎 沈姬呀你给我闭嘴 想到你们会去记住公司的话呢 你让我闭嘴我就闭嘴啊 沈总只是不屑于参加赵家的生日会 不来罢了 你们不会真以为 沈总会把赵家看在眼里吧 这么说 没什么 老板 哎呀 是 你不认为 我希望说 什么 你不认为 如果 没什么 我本期是 我闭嘴 他去不认为 主持人 你也可以 跟他比 他比 她比 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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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尋我都知道你心里有我 看不到我被这个傻的欺负 并没有 你别误会了 我只是不想让亲眼说的我误会吧 千尋只是不爱表达 今天是我生日 很谢谢大家动的来 来我们 敬小彤一杯 生日快乐 谢谢 小彤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夜 你是寿星 有什么冤枉 能帮你使劲 其实也没什么了 我 小彤啊 你看 我们小彤对这么情深意重 你表示表示 千尋 我知道你是碍于盗贼约束 不好抛弃 沈金雅丽的傻子 但是我也是真心喜欢你 今天是我生日 要不我们喝一杯焦点酒吧 然后我就放下你 你忙 小彤一姐 你小的就是命好 我们小彤对你这么吃心一片 你还不赶紧的 哎小子 知道什么是焦点酒吗 快看你老公 该和别人喝焦点酒了 我老公才不会 小彤循 你该不会是七管炎吧 别的男人要是七管炎呢 那我都 你这老婆就一傻子你还怕他 这是酒拿下的 千尋 这一杯焦点酒 你不会不敢喝吧 我 不敢喝 我喝 我别你喝 神气也爱你 我这人可是太热烦了 你 你怎么打人呢 亲爱不是故意的 什么不是故意的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赔钱 小彤 你一定要让这个傻子赔钱 衣服多少钱 我来赔 先寻你 我不会要你的钱的 自己犯的错 就应该自己承担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当然是要神气雅自己赔啊 清雅都没有工作能力 他拿什么赔 千尋 那就看在你的面子上面 只要你跪下给我磕头道歉 就不要你赔偿了 对 神气雅 还不过来道歉 什么 磕头 小彤循 这就心疼了 你可真是会装深情啊 他不就是一傻子吗 你干嘛对他这么不好啊 快别装了 来赶紧让傻子过来磕头 抱歉 我老公对我好 还不是装的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们 沈亲啊 你现在还学会吹牛了 好都不学学坏的 真是傻的可以呀 你听清楚了吗 小彤这些衣服 可是五百万 你个静人里下的傻子 你有钱吗 别说是五百万了 你个傻子 连五百块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吧 看来你们都不信 好啊 我们现在打个赌怎么样 清雅 你别闹了 我来听解决 清旭 我不能每次都依靠你 我现在不傻了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哈哈哈哈 傻子都一般不会承认自己是傻子 疯子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疯子 你又不是傻子 你能说大话 急什么急啊 我们打个赌 你们不就知道 我沈亲呀 到底有没有撒谎吗 好啊臭傻子 那我们就打个赌 五百万 你要是拿不出来 你就主动跟萧欣群离婚 你还要跪下跟我道歉 好呀 我答应你 但是我要是拿得出手 给我磕头跪下的 就是你们三个 哈哈哈哈 哎 那可是我今年 我最好笑的笑话了 反正也无聊 就和你打这个比 白军姐 想不到 你马上要被一个傻子给甩了 轻点 你怎么能答应他这种赌道 天逊 你还不明白吗 他就是个未不熟的白眼狼 他根本就没把你当丈夫 你就不能放下他了 老公 我沈亲呀发誓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给你离婚的 沈亲呀 你多发点誓啊 沙漠他都要变成绿洲了 给我准备五百万 送到赵小彤的生日会上 是沈总 小彤的生日会上 是沈总 你怎么 今天这么奇怪 老公 我好了 我不傻了 傻子我打个电话 就是自己不是傻子了 真是可笑 小萱萱 我看你这个傻子老婆 会比得更傻喽 以后可能还要感谢我们 吴小彤今天的主约 不然 以后想甩着他就甩掉了 就是 今天这个傻子主动说要离开你 你心里边 偷着乐吗 千寻我会等你的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你们别想白日做梦 我跟我老公谁也拆散不了 傻子 你还是别说大话了 有那个闲工夫 不如跪下来多求我几遍啊 只不定我心情好了 还能赏一点吃的喝的 不至于让你跟千寻离婚后呀 饿死接头 所以你的身体会想的 你也有话 你要干吗 不 你帮我把小彤的她看过吧 那也不就卧死了 那兴人太甚 少小彤 今天这个事情 不代表清雅 再次向你道歉 衣服多少钱我赔给你 千寻竟然可以对我这么好 我绝对会说把好他的 千寻你 我不会要你的钱的 我和沈清雅打得赌 就應該他自己負責 你們是誰我都說會也敢闖 陳小姐那五萬萬一到 你是不是搞錯了 這五萬萬是給這傻子的啊 給我們移行客戶不進 姐這是 千許 我說過的我已經好了 這些錢是我的朋友 真的嗎你真的好了嗎 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香千尋我的老公 我之前就是為了救妍妍才受傷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好了 謝謝你這麼長時間的照顧 不離不棄的陪著我 太好了清雅 不可能這不可能 沈清雅你你一個傻子 你怎麼會變成正常人 趙小通不管我是不是正常人 你都不應該搶我老公 你難道沒有一點道德底線嗎 你給我閉嘴 我還輪不到一個傻子來說叫 趙小通 清雅不是傻子 你說話放尊重一點 消息許你怎麼就看不上我呢 我到底哪裡比不上沈清雅這個賤人 清雅就是清雅 任何人都比不過他 趙小通 放過你自己 你放過我 好嗎 趙小通 我們的賭約 你輸了 是時候該對線平了 你想讓我給你一個傻子下會道歉 黑白日做夢 難道你咋耍賴 就算我耍賴又如何 消息許我對你掏心掏肺 你卻視而不見 既然如此 那就別把我心狠愁了 你想幹嘛 你們想狼心切意的過美滿日子 做夢 我一定會問我爸爸打擊沈氏集團的 你們以為我爸 只是單純的沈氏集團副總嗎 人都不是 我爸 還是趙氏集團總臺 雖然剛成立不久 但是打擊你們一個小小的沈氏 還是綽綽有餘的 你們 好了 趙攀明竟然陽凤陰雲 就用植物之辯自己另起公司 明目張展地給自己牟利 沈氏集團 就算你不傻了又如何 我 趙小同 依然能一隻手就捏死你 是嗎 我倒要看看 被捏死的到底是誰 趙攀明從公司開除 另外 告訴公司法務部 請 起訴招攀明 不要讓他 傾家蕩產 是沈總 呦 你不是不傻了嗎 怎麼又開始裝瘋賣傻了 沈氏 你這是這個值得用啊 老公 其實我今天 門外這裡就是因為遇到了沈總 他給了我一個張高警孩 他有聯繫電話 我剛剛 就是在跟他打電話 其實沈總 早就懷疑照拍沒有問題 我只是一個臥底罷了 你胡說 我又沒有胡說 你馬上就知道了 還有就五百萬 我既然弄髒了你的衣服 那我確實該賠償 啊 沈青雅你給我住手 我說了我賠得起 你就得承受得住 我沈青雅的道歉 不是誰都能承受得了 沈青雅 這個賤人 不得好死 錢我賠償了 那公主打的賭 是不是該履平主任了 你 你休想 我倒要看看 一分鐘之後 你還要不要這麼多呼吸 今天就算天文老子來了 我也不會給你這個賤人下跪 張小通 院主服輸 輸了 他給耍賴 蕭千尋你就不是個男人 我這麼大一個美人在這你看不見 把一個傻子當寶貝 我下去給我爸打電話 讓你們蕭家好看 你打呀 我倒要看看 你爸爸是先罵你 還是找我老公麻煩 你們也就只能死鴨子嘴硬了 爸 蕭千尋兒沈青雅欺負我 給我閉嘴 看我回來我打電你的腿 趙小姐 怎麼樣 你的父親要為了你針對我們嗎 當然 當然 我爸說了 讓你們好看 是嗎 那就要看看你爸來了 到底要誰好看 大夫 你是不是想害死你爹 你才安心啊 爸 你幹嘛打我 是沈青雅和蕭千尋欺負我 沈青雅 對不起 是我與有眼無珠 不知道臨時神總的貴格 既然對你們尊敬 我會好好教訓他 你放過我一次 趙總 您可真是會言氣啊 你是不是以為 沈總還不知道 你令利門戶 以公謀私的 臥瘸事兒 什麼 剛剛你的好女兒 說的可是一清二楚 你背著沈氏集團 令利門戶的那些臥瘸事兒 她可全都知道了 你可真是好大的膽子 混蛋 真是混蛋 爸 你別打了 沈小姐 求您讓沈總 僵我一次吧 我真的知道錯了 趙總 您是覺得 您做的這些事情 沈小姐還會原諒你嗎 沈總對你不好嗎 您竟然敢背叛她 我知道錯了 你叫沈總 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沈總已經下達了開除命令 還有 沈氏集團會依法起訴你 您既然敢做 就應該有膽子承擔 接吧 您要好知道 沈氏集團隊的態度 喂 趙韓明 您已經被沈氏集團開除 並致盜運公司拒命 我們選擇接到向 依法隊進行上述處理 我 爸 你沒事嗎 趙小通 你覺得你爸還是你的後盾嗎 你 該道歉了嗎 我 道歉 趕緊道歉 求對沈小姐的原諒 讓他在沈總面前多說好話 好 好 我道歉 對不起 我不應該破壞你們的感情 老公 你覺得 該不該原諒他 清雅 雖然他一直在針對你 但是 我們還是 得要人付錢要人吧 那就給我老公的面子 原諒你們吧 沈小姐 求你幫我們富裕良 再給沈總打一次電話吧 我 我打電話 他不接 求你 給沈總再打一次電話 求沈總 原諒我們這一次吧 趙總 我什麼時候說我是可以在沈總面前說得上話的人了 我只是一個剛剛恢復神智的傻子罷了 不不 之前那般羞辱你 是我教育不妨 求您 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吧 趙總 您就別再做不用工了 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擔 我只是無意中收到沈總一份邀請函的傻子罷了 老公 我們回家 好 回家 你剛剛好 我們回去慶祝一下 好 這怎麼辦 趙小董 你簡直就是我的客氣 你你你怎麼聽害我 爸 我知道錯了 我真的知道錯了 怎麼樣 還覺得我們好欺負嗎 那什麼呀 我們就是來看戲的 沒別的意思 道歉 道完歉你們就可以走 否則我現在就打電話給沈總 別別 我抱歉 對不起 對不起 來日方長 咱們走著瞧 媽 哎呦 兒子回來了 請問你說 鄭小董他們家 已經破產了 還被審視集團給起訴了 媽 就是你看到的那樣 我跟你說話了嗎 臭傷 哎媽 親愛已經好了 你別再說他傻了 什麼 媽 我真的好了 我恢復神智了 我恢復神智了 你再也不用擔心 以後有人嘲諷你兒媳是個傻子了 你 真的好了 媽 清雅真的好了 這可是咱們家的大喜事 走 我們出去 我請你們吃飯 好 出去吃什麼呀 又不是天大的喜事 出去吃早吃 就得下吃 媽 你 聽媽的 我去做飯 謝謝學姐 這在我家真的就完了 那你的 我還要說 你不要再胡說八道 我沒有再胡說八道 我沒有再胡說八道 你不要再胡說八道 我的妻子只有親眼一對 母圖呀 就算沈親雅他不傻了 他還是沒權沒事 你也知道 蕭家在江北的嫡婿家族中 根本就看不上我們 我們要是還不能發展壯大 這 這什麼時候才能得到 嫡氣家族屬於我們的那份資產 我 那是你 哎妈我知道了 但是你别急啊这件事咱们还得慢慢来 慢慢来慢慢来我都快入土了 你要还不能回归江北肖家 那可是全球的顶级大家族呀 我们一个小小的庞系 被刘放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之地 妈我 我一定要给你再重新找一个靠谱的天津贵人 你等着啊 回归嫡系哪有那么简单 喂 沈总 省市集团在江北总部遇到了一些疾瘦的问题 需要您的亲自决断 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回江北 我失去神志这段时间 确实对江北总部缺少管理 传网令 给我老公萧钦询的公司 两个亿的项目 我要让他快速发展起来 我要带他一起回江北 是沈总 属下这就去办 江北 才是我和我老公的归宿 什么 给我两个页子项目 真的假的 好好好 听我转到沈总我一定不负众望 好好 但是效率还挺快 老公 什么事这么开心 怎么了怎么了 妈 沈总给了我两亿的项目 变回我的公司 可以愿意愿开门楼口企业了 哎呀 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呀 哎呦我真的是祝上谢您啊 我终于有机会回回江北鼻屑 哎 江北鼻屑 问什么问 关你什么事啊 滚去做饭 哎呀 妈 这样我先不和你们说了 我先去公司好吗 喂 你好 小全行啊 我是你三爷爷 我知道你的公司现在发展的不错 现在你们有机会回来了 好好 三爷爷 太好了 我择着就带我妈回江北 太好了 爷爷 爸 我终于能回江北肖家了 对 现在就去见他吧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总算能回归江北的肖家了 老公 原来咱们家是江北肖家的庞系家族呀 对呀 这次三爷爷叫我们回去啊 就认可了我们家 沈青呀 一会儿到了 你给我闭嘴 少丢人 江北的肖家嫡妻 那可是人中能凤啊 妈 我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说错了吗 儿子呀 你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贵公子了 沈青呀可配不上你 这次去了江北 你记住妈的话啊 找个富家千金 才是你该做的事 妈 我现在已经有青呀了 怎么还能这么说呢 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妈 你相信我 我不会给千询丢人的 我一定尽我所能 帮助千询 哼 就你 一个没权没势的女人 能帮什么呀 好了吗 到了 这么快啊 儿子 妈这妆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们别迟到了 你说江北商会会长 给我准备了欢迎会 是的 沈总 他知道您要来江北市 特意为您准备了 邀请了江北市各界隐级人物 您要去吗 让他往后挪一挪 我要陪我老公去见见他的家人 给我准备一些礼物 要上好了 还有 去把这个邀请函 给我要到 送到我的包厢里 是沈总 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第三老爷 您身体可安康 你们乡下人说话可真不够脑子 这老爷子不安康 能坐这里吗 二婶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这也 你别尽快 行啦 找位置坐下吧 肖千询 这位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傻子老婆 我叫沈青雅 你得喊我一声嫂子 妈 爷爷 你们看看这傻子嘴皮子咋这么厉害呢 小妹呀 我说你们家叫也太差了吧 你给我闭嘴 我不是让你少说话少说话吗 她沈子 我回去好好教育沈青雅 您啊 别跟她计较了 唉 我说你们也真是的 虽然说这肖千询 没有我们家儿子优秀吧 但好歹也是你们肖家子孙 这娶媳妇 不挑一挑的 连傻子也要嘛 呵呵 二婶 青雅之前是因为旧爷爷 所以才但是是个神志 不过她已经好了 你就别再这么说她了 好又如何 还是掩盖不了 她之前是个傻子的事实 就是 你们也真是的 还带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来参加晚宴 呵呵 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丢人的嘛 沈青雅 你看看 这都是因为你 我们一家人 哪还有什么脸面啊 妈 你怎么能打青雅呢 你们是堂弟不尊人 不不 小羽 小羽 不是的 老爷子 我们家 小千寻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老公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谢口碰人 妈 你怎么能打青雅呢 明明是堂弟不尊人 小千寻 你敢说我 我爷爷都没说过我 你这话的意思 那是爷爷教导无方 还怪爷爷 哇哇 小羽 不是的 老爷子 我们家 少千寻啊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 我老公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谢口碰人 哈哈哈 傻子够闭嘴 我们一家人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 我 够了 一家人吃顿饭 你看看 你们一个个的 成什么样子了 爷爷好心把你们从穷乡僻然的鬼地方接来 找找见识 你们居然这么气我爷爷 真是好心当成一肝肺 哎呀爷爷 不好意思 这路上实在太堵了 我们来迟了 这个女儿啊 你能和奇笑赶过来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爷爷 不会怪你们的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爷爷 您是不是知道 现在这个马路上的 都是去见大人物的车 那叫一个水泻不通 二爷 据说这个大人物 是江北第一集团的 沈氏集团的沈总 说的大人物 不就是我吗 沈氏集团 那可是大人物 听说江北商会会长 特意为他举办了欢迎会 那当然 我还说到人家的邀请函呢 说起来 我跟他是个沈总 交情非浅呢 不愧是启少 却和沈总都要交情 我姐能有你这个男朋友啊 真是三生有幸 这吹牛吹的可真是 脸不红心不跳啊 你敢笑我男朋友 是不是不想活了 哪来不长点的东西啊 我启少说话 你也敢笑 启少 姐 这位啊 就是肖家旁之干系 肖千询的老婆 脑子啊 有病 哟 原来是傻子 我就说我怎么没见过 小千询 你带个脑子有病的人来 是不是存心想找事 唐妹 好歹我是你哥 青雅是你嫂子 你怎么说话呢 哈哈 哥 我可没有你这种 乡下来的穷鬼哥哥 我笑只是因为你男朋友撒谎而已 沈氏集团总裁 可从来没有跟这种人交情深厚 你 你说我说谎 我是江北第一贵少 你说我说谎 肖千询 让你傻子老婆道歉 怎么和其上说话的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 沈氏呀赶紧道歉 今天你再敢招惹任何人 你马上跟我儿子离婚 妈你说什么呢 我 我 对不起 住嘴 我们这些上的人说话 你们这是乡下来的少插嘴 对了 爷爷 我这次来呢 给你们带了礼物来的 小弟 滑儿笑 不愧是喜少来来来 给我花 纯金的手镯 人手一份 这礼物啊 我们家的礼物 怎么能够白被送给 他们这种下等人呢 你们一口一个下等人也太过分了 怎么 我女儿又没说错 难道 你们不是下等人吗 妈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低声下气被欺负 我 不叫是礼物吗 我有准备 轻雅 别正强了 我没事 老公 我不想看着你被欺负 他们这些人也太过分了 三爷爷 既然你邀请我们来这里参加晚宴 难道 你就要看着我们一家子被这么欺负吗 霸蛋 你敢质疑爷爷 是 轻雅 你可别再说了 轻雅 够了 三爷爷 轻雅不懂事 他不是这个意思 三爷爷 难道不是吗 霸蛋 沈轻雅呀 沈轻雅 你已经像这样的礼物都没有 你还有你来质疑我 三爷爷您息怒 这件事还是怪我不周到 我是想等拜见了您之后 带着您一起买礼物的 哎哟 这下课就好戏看了 我倒要看一看一个村姑 怎么送豪华礼物 谁说我没有礼物 三爷爷 我们真的准备了 刚刚签曲那句话的意思 是觉得送出的礼物不够豪华 哼 沈轻雅 你脑子真的好了吗 我看怕不是旧病复发了吧 看来你们不信 那我们就打个读怎么样 轻雅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们哪有准备礼物啊 老公 妈 我真的准备了 哎呦呦 这是想害死我们家呀 糟烈呀糟烈呀 沈轻雅 你可真是好儿媳 你看看 多么你婆婆见成什么样子了 她能送什么东西 没见过世面 送得出什么好东西 是不是好东西啊 你们会知道的 你们不信我能送出礼物 那就看看 我要是送出来了 你们 就得为刚刚看清我婆婆和老公的行为自责 但是我要是送不出 我就 沈轻雅 算你有种 敢和我打赌 我们就答应你 可到时候你要是送不出 看不到 就跪下磕头道歉 把我们的鞋也给舔干净 好 一言为定 清雅 别担心老公 我一定会把我们家的面子给震回来的 三雅爷 您到时候呀 可不能偏袒他们 我这个人啊 一向都注重承诺 记忆你们都敢打赌 那我这个人啊 自然就公平公正 沈轻雅 到时候可别说我们欺负你 一记眼泪一大把可太难看了 该哭的人是你们才对吧 喂 经理 送进来吧 是 什么 那你们就看看吧 沈轻雅 演戏演得还挺像样 何可懒得跟你们演戏 哎呦 这 沈轻雅 你说说 你是不是纯心想让我们难看 你一个白眼囊 你帮不上我们家肖千寻也就算了 你这是 想害死我们家呀 小妹呀 看来 你们这次 又要丢人了 三婶 你也别难过 反正 你们家丢人也不是一天两天啊 哈哈哈 沈轻雅 你 沈轻雅 千万行李到 三爷爷 这是我跟我老公给你准备的 千年人生 价值三千万 您看看 什么 你送的几千年人生 嘿 不可能 一定是假货 是不是假货 爷爷一定能知道吧 老爷子 我帮你看看 我就不信这村屋 还能送的几千年人生 怎么 启少会觉得自己家的东西是假货不成 这人生 确实是真的 还是我家的真藏版 什么 赶紧给我看看 这可是啊 启家老爷真藏版的人生啊 老朽三只啊 有心啊 经过一回 现在 你们还觉得这是假货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老公 我说过 不会让你兜脸的 这 这东西真的价值三千万 妈 这三千万 是我生命之前投资来的钱 你们放心吧 三爷爷 您是不是应该做主 让堂弟他们 给我 还有我老公婆他们道歉了 这 爷爷 你难道想偏袒他们不成 难道 你想让经理看见了 笑话吗 刚老爷 我还希望您一碗水端瓶 不然我可保证 将今天的事情传出去 大胆 我们萧家的家事 也是你能随意编排的 萧家在我们地华酒店面前 可什么都不是 富人可别忘了 这里是沈家地盘 我们沈总早就教导过 要是酒店内发生什么不公民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随意 那我们就可以随意公布下去 你 你 闭嘴 夏经理啊 你可说笑了 在我们萧家 没有那种事发生 那爷爷的意思 就是会让他们道歉了 当然了 你们道歉 怎么 堂弟堂妹 难道怨赌不服输 想要别人看你们笑话不成 道歉道歉 沈心呀 你别嚣张 对不起 以后有的事情会收拾 对不起 老公 妈 我做到了 既然道歉了 那我们就勉强接受了 你嚣张什么 这一次 算是我们低估你们了 但是 你也别得意的太早 好了好了 你们也别说了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气死我了老公 你应该想办法给我出口气 你不是说 你跟沈总关系很好吗 你要他 弄几个沈总欢迎会的邀请行给我们 别跟沈心让他们弄 对对对 呵呵 你们呀 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人物 别以为买了个什么人参 就是上等人了 好 阿姨 我现在就帮你弄几张邀请行 你现在帮我去沈总那边弄几张 他们那个欢迎会的邀请函过来 启少 人家沈总的欢迎会 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邀请函 好 一会儿送过来 喂 喂 这启少什么意思 我上哪儿找那么多邀请函去 原来是为了装一装啊 哎呦 不愧是启少 肖千询 你看你刚刚不阻止你那个傻子老婆 你现在要是磕头道歉 我还可以邀启少给你们邀请函去见见世面 老弟这个提议不错 肖千询 沈青雅 我给你们机会 想要这个邀请函 磕头认罪吧 沈青雅 磕头认错 我们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让我男朋友 给你们弄几张邀请函 你以为 沈氏总裁的欢迎会邀请函 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吗 我当然知道 像你们这种乡下人 自然是不能进去的 沈小姐邀请函送到 夏季 你搞错了吗 这 这邀请函 明明是我男朋友的送到的 你怎么能说是沈青雅送到 这 难道我处理真高雷的邀请函 夏经理 谢谢放下吧 这邀请函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 沈青雅 你没睡醒吧 你竟然敢说是你准备的 刚刚可是我男朋友当着大哥的面 亲自打电话让他们给送过来 你什么都没干 你敢说这是你准备的 你说谎 你说谎你看看情况好不好 我没有说谎 行了你 别装 你还能送邀请函不成 我还能到底跳绳呢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启上 这邀请函是不是你准备的 你自己心知肚明 青雅 别闹了 这种高级的酒会 你怎么能弄到 老公这真的是我准备的 沈青雅 你够了 看在之前你送老爷子人生 给我们家长脸的份上 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但是 你别再这么做了 我 算了 我还是不解释 沈青雅 看是不是特别眼熟 可惜啊 你没有 哈哈哈哈 怎么会没有 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 还装呢 看见没有 我说了我们都有 这 这怎么回事 一定是我送的时候 我下属楚路了 老爹 撕了 多了我就算毁了 我也不会给他们 你 你们太过分了 我哪里过分了 这就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愿意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哎呀 多谢奇少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去省市总裁的酒会 长短见识啊 哎 阿姨 客气了 明天我风风光光的带你去 哎 好 你们想进酒会 白日做梦 你什么意思 沈青雅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没有邀请函 我们会进不去 那就看看 你们明天到底能不能进去 真是可笑 你们没有邀请函的人 才进不去 我奉劝你一句 你明天最好别来 不然呢 就只能可人的像狗一样 在门口点巴巴看着 就是 你们家老狗小狗一家子 真是整整齐齐的丢人现眼呀 哈哈哈 小千寻走 沈青雅 你可别再说了 哎不够丢人吗 哎妈妈 姐啊 我们走吧 哈哈哈 沈青雅 你可真是好儿媳 你看看 多把你婆婆竟成什么样子了 沈青雅 别说大话了 还是赶紧想想 不要这么挨打吧 哈哈哈 你们 做人别害小招大货 赶紧滚吧 真是可笑 我 我 啊 沈青雅 你看看你干个好事 那不是你惹他们哼气 我们会拿不到邀请他吗 妈 是我没本身打青雅干什么 就是他沈青雅的错 一点忙也帮不上 就偷往你的后腿 你要是能跟沈氏集团 沈家的关于会再多好 这下好了 这这机会都没有了 你又怎么办呢 妈 你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让你进去的 你还杀我 你把什么带我们进去啊 我如果明天不能带你们进去的话 我就自愿跟千行离婚 这个是你说的 对 我说的 清雅你胡说什么呀你 清雅 你放心 我一定会赢的 我也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 嗯 我还好 沈青雅 你带我们过来又不进去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去 我看你啊就是在浪费时间 妈我没有 我来就是想让你看一场戏 看戏 我看你啊就是在拖延时间 既然你不能讓我們進去 那現在你就跟蕭新群離婚 媽 清雅說的是氣話 你怎麼能當真的 我不管 今天你們必須離婚 媽 你相信我 看吧 好戲馬上就要上場了 喲 這一家的臉皮還真是厚啊 竟然還真的來了 我們憑什麼不能來 沒有邀請韓還這麼理直氣壯的人 我還是第一次見 別管他們了 我們先進去 就讓他們像狗一樣的看著吧 你走 對 我們進去 我倒要看看 我們今天到底能不能進去 閉上的臭嘴 我沒有邀請韓 我們進不去 那就試試看 蕭新群 蕭新羊 你們睜大你們的狗眼 給我好好看清楚 我們是怎麼進去的 不好意思 接到通知 你們幾位不能進去 這怎麼可能 你看清楚 你們身為邀請韓的 請離開 別打擾我工作 親愛的 你看他 誒 我是廚文 你看清楚了 我是企業大少爺 你敢來我 明確只是 就是你們幾個不能進 你有時間在這裡圍爛我 還不如想想自己 到底得罪了誰 你胡說什麼 我能得罪錢 帶不走對你不客氣啊 這 喜少 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們有邀請韓 批什麼不讓我們進去 媽 我說的沒錯吧 確實是一場好戲 哎呦 剛剛有些人 不是說自己一定能進去 還能見到大人物的嗎 哼我們進不去 你們也根本別想進去 二人在這裡 扯一個屁啊 二婶 你們進不去 不代表我們也進不去 哼 沈青雅 聽到這個節骨眼上 其他都是不錯 你今天要能進去 我跟你們進去 哼哼 我堂堂 幾家大少爺都進不去 你們進去 你說啥不說話呢 我要帶我婆婆和我老公進去 還請放心 這就是你的邀請韓 沈青雅 他們要邀請韓 你有邀請韓嗎 沈青雅 這一下你丟臉都得太平凌了吧 沈青雅 我看了你這個傻子老婆 是腦子還沒治好 你呀就趕緊的還到個精神病院 再去治療治療吧 沈青雅 你是不是耍我玩呢 姐 沒有邀請韓 我馬上去了 呵呵 老公 我說過帶你們進去 就一定會帶你們進去的 你放心吧 你確定我還需要邀請他嗎 我姓沈 除了個姓沈 人家就真的能放你進去 就因為你姓沈 和沈家集團的總裁一個姓 你就可以招搖騙財了 閉嘴 沈英總指示你們這些人可以隨意評論的 沈小姐 你和你家人這位請 這 這真的能進去 媽 我說過 我一定會讓我們進去的 哎 對啦 有些人啊 就讓他們在外面吹吹風吧 你們瞧著這副小明德這個嘴臉 真是噁心死了 我就不信了 今天還能讓一個小小的沈青雅 隨便 七少 我記得你和這些商會會長的侄子是同學 這個酒會是商會會長辦的 你看要不打電話聯繫一下 你是說邵志明 對呀 我給他談 老公 我去駕駛手間 老公 我去駕駛手間 你的媽先去找個位置坐下 那你上墨屎尿洞 趕緊去趕緊回 公平您聖母 陳總 您參加歡迎會新的聖誕 如果您暫時還不能參加公司 不 歡迎會等拍賣環境結束 我自然會公布身份 你們就見我一策去是 是 陳總 還有 雖然歡迎會上拍賣的東西 都是用作公益的 但是 我想把帝王琉璃玉佩拍下來 給我老公做禮物 您 去準備一下 坐 坐 坐 今天怎麼沒帶你個傻子老公 這不是蕭千尋嗎 怎麼還真是冤軍 這是 媽沒事 他們都是我同學 同學 這你也配 什麼 哇 傻子也在呀 你們真是空心塑伸呢 你們說話能不能不要這麼難聽 不要以為我上次放過你們 是給你們機會 別以為我不敢收拾你們 你還敢跟我提上次 你以為我現在還是你可以隨便招惹的人嗎 你們怎麼又打人 就是我老公可是江北是商會會長的女子 我給我一千年來 趙子明是商會會長的職責 哎呦呦沈青雁 你這是又怎麼惹到商會會長的職責 老子呀 這要怎麼辦呢 啊沒事 我相信商會會長不會不會輕鬆鬆 白就隨意搞我們的 哈哈哈 你還真是天真呢 我舅舅从想就想 我想要什么就给我 我舅舅刚刚当上江北市的商会会长 我现在就是这个地盘的太子爷 哎 你们到了吗 沈县你今天最好是我瓜哥走的角落 别出声 护士有脑 有你们好我吃 让开 这是我老公我老公的位置 别挡着了你们这是干什么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还懂不懂得先来后到的规矩 先来后到 这地方就是我老公一句话的事情 你们还敢要求我老公 哎呀我想做呢就做呢 你 你呢 起人太甚 好是我们又不过他们还是走吧 到后面去找个位置 还是 别人 走 站 今天这个混产 你们哪都不许给我坐 我不知道你们逃过你这边的 但是这个地方你们不配 看到没门口那个角落 你们就过去啊给我当个看门狗 去 你们就这么欺识别人了 难道这就是你的教养吗 教养 我老公说什么就是什么 今天这个会场 除了沈总 我老公就在这里最大的大牢 让你们在这都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 别不是好歹 还愣着干什么 弄过去啊 怎么 要我叫把他轰你过去啊 你 你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不出代代的 你要不要搞清楚状况啊 我老公可是这的大牢 你还敢这么嚣张 还敢打开 苏婉天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给我动手 我就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苏婉天他怎么神气啊 还敢这么嚣张 不是这个沈轻啊 不懂事 你别生气啊 不要找麻烦就找沈轻啊 千万别找我儿子 妈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 我难道说错了吗 沈轻啊 自己有的麻烦你自己去收拾 别黏在那儿我儿子 妈 今天要强行为沈轻啊秃头 我今天就撕给你看 这 小豹 小豹 人家啊还不滚 呃 彭工刚刚就真为好 是 他能不给我打电话呀 喂 哎 怎么样 我 你老崔循 起名啊 那个我在那个地滑泉的门口 可是有两个保安 他不让我进去 你可怎么说一下 放我进去 没想到啊 几家大少爷 还有这么一天 下午是你舅舅走了狗屎运 当了商会会长 你一个小地方来的 能爬到我头上来 哎呀 你就别挖苦我了 你打个招呼 让我进去这样吧 我进去之后 一定好理相送 可以是可以 但是放你们这么多人进来 不太好走后门吧 你看 那是让我和我女朋友进去吧 那还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谁啊老公 一个同学 以前江北市啊 齐家大少爷 以前啊 他可没少仗势其人 现在也有求我的时候 成为解气 一会他进来 一分都不能少 千万别学 好嘞老婆 喂 是我 放晴晴他们进来 不是 老子现在怕谁啊 齐少 我们到底能不能进啊 齐少 电话里面怎么说 当然 但是只让我和小迪进去 那就麻烦 齐少照顾我们家小迪了 你放心 会好好表现的 小子 还敢拦我吗 不愧是赢得大人 这布置的也太好笑了吧 哎 沈青雅和肖千询他们现在在哪呢 我怎么会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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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青雅 肖千询 你们一进来就我在这种鸡脚嘎拉里 连个椅子都没有 就是原来是来当看门狗的呀 我就说你们怎么进来的了 别说还真合适 我看啊你们这种从乡下来的 我就只配当个看门狗 好好开门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们怎么能进来的 我们自然有我们的办法 倒是你们真的搞笑 明明是靠当门童 还装模作样 不是的 你轮回了 被发现了就别装了 还不承认 开门狗就开门狗嘛 也没什么不好的嘛 这好歹也是沈总的酒会 能当开门狗 也是你们的荣幸啊 这么热闹 你们也认识这俩看门狗 哈哈哈 那刚刚的头线 对对啊 可别光用嘴线啊 嗯 那是个人爱 卡里呢 50万 不多不多 就当一点小小的见面礼 还请赵夫人 还请赵夫人 我都想看看他搞这些 同学客气啊 都是老同学一句话的事 是不是搞的这么客气 都怪我老婆 以后别搞这些了啊 好嘞你呢 你同学琴演的公子啊 不是我们是不是关你什么事啊 就是沈青呀 你还敢阴阳怪气 是不是让我老公把你们都赶出去 小小小学 小小学 现在才知道大人物之间的谈话 不能随便插嘴的道理 晚了 沈青雅 我 不 道歉 沈青雅 你今天惹了我们赵总 我看你们是活逆了 我看活逆了 我看活逆了是你们 哎我 我 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到沈氏集团 沈总的见面会 一会沈总会亲自来给大家讲话 大家稍安勿躁 接下来我们先开始 本次酒会公益活动 这次算走月 等着待会活动结束 看我怎么收拾 走 赵总 我们路走 等我给我老公买下礼物 你们这些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沈青雅 你别太冲动了 现在是在江北 人生地不熟的 我们别再做人 好 沈青雅 你还学会招惹是非了 这一下还招惹了两个 待会活动结束了 你把你自己招惹的事情 自己去摆平 别拿着我儿子给你去擦屁股 老公 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唯唯诺诺 在江北 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你也不看看 你什么德性啊 好了沈青雅 你别再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其实我是 那边三个人 你们到底做不做 耽误了沈总的拍卖会 承担得起吗 赶紧找位置坐下 本次拍卖会 拍品共三件 这次修改一下游戏规则 压轴拍品 第一个开拍 帝王 流离玉佩 天哪 这个是 就把年轻的时间 几周存价就预配 起拍价 一千万 我要 一千万一次 赵总 这个东西 我家老爷子很喜欢 那就不客气了 两千万 两千万一次 起上 什么意思呀 要是我让人换你 你现在还在外边等着 赵总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又不是没给入场费 你何必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呢 三千万 三千万一次 五千万一次 二太一二一 沈青雅 你赶紧放下吧 你是不是疯了 我们加拿五千万的现金啊 我们在进派子 可是价值三千万的股东 一个家庭主书 都离了三十块都拿得出吧 主持人 我看这个沈青雅 他就是存心过来捣乱的 赶紧叫我来把他轰去 哎好了好了 我别听他们捣乱了 那我们继续 我没有捣乱 拍卖会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派吗 只要给钱就行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派 静雅 你是不是幸福都不幸福了 老公 我没有骗你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是沈青雅的神总 这场欢迎会的主人 我就是想把这个玉佩 拍下来给你当礼物 沈青雅竟然说她是沈氏局 她的神总 真是脑子烧坏了 静雅 你别胡说了 我不拍了好不好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六千万 六千万一次 你们 还想跟我争夺吗 就给你六千万 我看你怎么拿出这六千万呢 好 这回好戏看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沈青雅 如果你捣乱 是会被沈总赶出江北市的 是会被沈青雅 你还敢冒称沈总 傻子就是傻子 脑子不好使就算了 胆子还不行 烧千雪 我看 人家这家的沈青雅给害惨了 哈哈哈 你们现在就笑吧 总有你们笑不出来的时候 不就是六千万吗 来 刷卡 您的课也就要做多 哈哈哈 怎么会 秦雅你 哎呀沈青雅 你这 这闯下了什么大祸了 哎 糟糕 出门的时候拿错卡了 盖错卡了 我看你啊 是没有卡吧 主持人 赶紧把保安给我叫过来 等沈总过来赶紧处理他 清雅你看你别再闯破了 这样一会酒会结束 我立马带你看医生好不好 我看来你对这个傻子 还是蛮轻生意重的吗 儿子我们走吧 沈青雅就是一个傻子 别管他了 不容易的最一个傻子 把全家都搭上吧 清雅你 哎呦 哎呦妈 你除了打人你还会干什么 现在打人有什么用吗 一会沈总来我现在求情就是了 原来千玄心理我这么重要 刚刚的乌龙他都没有生气 老公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小千玄 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求情 沈总听你说吗 你们够了 我刚刚只是真的带手卡了才会这样 而且 我真的是沈氏集团的沈总 闭嘴 清雅 你别再说了 他们不会信的 以后带你去看医生好了 哈哈哈 老公我真的没有骗你 小千玄啊 刚才同学一成份上 我可以帮帮你 好好 还是赵公子大方 小千玄 赶紧跟赵公子快谢谢他 小千玄 要让老公帮帮你们不行 但是 天下你们有白痴我们的 行好说好说 只要你们愿意帮帮我们说说话 让沈总别赶我们走 你要什么 我们都答应 妈 你别求他 给我闭嘴 你再多说一句 我让我儿子回去 带你去离婚 妈你别求他 我真的是沈总 好 好了 你们有什么条件 说吧 哎呀 小千玄 求人哪 那有求人的样子 你这一副 自明金刚的样子 什么愿意帮我 那样的老公帮忙 也不是不行 但是 天下可没有白痴我们的 好 只要你能帮我们说说话 别让沈总罚得太重 我们愿意给钱 我呢 也不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 这样 向远轩 你过来 给我跪去 磕一个头 然后再给我一百万 我待会就带你去见 什么 磕头了还要一百万 你们 你们就是试着大张口啊 主上你觉得会吗 不贵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下个道歉吧 不然等火神总来了 我可不贵 你怎么会被你求饶啊 就是 我老公又不是渊人大头 白点人帮忙 想让我给你们下跪 做你们春秋大棒吧 给你脸了是吧 给你脸 你不要给你机会 你不要 老婆 老婆 肖青群啊 我看你今天 是一定会跟你这老婆搞死 你们 你们怎么能动手呢 自老太婆 这什么呢 你还真以为我们会给你们求饭 你们不是找个乐子啊 我呀 哎 就是想让肖青群柱给他道歉 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老婆 我会给你报仇的 你们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代价 在我们的地方 给他们说是什么代价啊 嗯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到底能不能让你们 不出代价 和商会会长一起赶过来 我要提前工作身份 是选总 哈哈哈哈 陈静雅啊 你还是真装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演戏呢 我没有 你才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我等着 不过呀 我现在要先收拾你老公 小建轩 我早就痛了想收拾你了 今天真是个好机会啊 抓着你 你不要干嘛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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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气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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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跪下磕头人间 陈勋我们走吧 别管他了 不值得 你不能为了沈青雅 去给他们下跪呀 我属三个树 我的人马上就到了 你 你们别打听啊 只要你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我就换个人 呀 你们真真不满跪 你那这吗 好 我跪 哎哎呀 這才嘗嘗 哥德 跪下 換噗噗 哈哈哈哈 啥就是啥 腦子不好使就算了 趕快 小心 我看 人家這段的時間也太慘了 看著你老公給別人下跪 看看你有多沒用 我的兒子 啊你個住手住手啊 神奇啊 你看看 都是你 都是你的錯 太慘了我們叫錢巡啊 你們真是人渣 渣說誰呢 在我們的地盤上 就是人渣 我打了 你把這就誰 跪跪 好 我跪 住手住手 這樣做啊 為什麼這麼早 你死來了 不是要和沈總你死來了嗎 對啊就是 你正在 要去老亂會場出去的人呢 你這個臭聲 你想害死我 求沈總責罰 屬下來晚了 害您和您家人被欺辱 什麼沈總 給啟明給我打兩巴掌 江北起家 從今天開始消失 沈總 請你放過我們許家吧 我求求你啊 帶走 沈總 我們好點是親戚關係 你能往開一面 帶走 沈 沈總 沈總 請沈總看 你 你 教導無方 讓你的親屬 並用服務去見 你吸引他人 你 你直至三月反省 至於趙子民 還有蘇婉婷兩人 趕出江北 帶走 喂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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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本來想體體面 告訴你我的身份 看來做不到了 我竟然是這麼大的總裁啊 媽 你現在還覺得我是什麼呢 我 你媽我真糊塗啊 老公 你怎麼了 老婆 你真烈 以前都是你保護我 現在 就讓我來守護你